哈喽大家好我是白天啊今天做一只就是好久没做那个贵的干笔了 要这只万宝龙的149对这只比没什么毛毛很少 就是然后现在我手温比较高所以一直弄到就有一些雾在上面 好那整个人比一上来拿的话必须要跟我那个日用来对比一下 哇这个和我日用的爱城的话还还细一点这个万宝龙还大一点 这么这么讲的话哇没没没想到 然后跟一个146来对比一下这次 146显得好像小很多那个145的话那肯定更小了 然后再跟一个百利金也是我日用的对比一下 果然好巨型的一根笔啊 好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尺寸 那一拿到就觉得哇这只笔好气派啊 然后整根笔的话 首先是怎么讲呢 这个星星嘛瞬间变得好小 你看一下146的那个星星 然后这个看哦 突然就点了一下一样的 然后整根笔的话先拿出来看一看啊 哦这一只这个的话看一下啊 西莫川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场西莫川嘛 然后这个星目笔尖的话呢 你看到就是哇好毒好毒 真的有点毒虽然屏幕上面看毒很多 我我现在手上看没那么毒 我这一只的话是那个呃现场间 然后那个 AU AU585的 不知道能不能 AU750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这个小小的 然后就也就说现在反正最新是这个版了 笔12的话就是现场的 因为基本上最新的就是2013年后推出的一个版本了 然后拿上手的时候这根笔 哦这根笔怎么讲呢 日用总感觉怪怪的 日用我喜欢在西点 这个日用真的有点太粗了 你看就整根笔割到手上的话 好像我手都有点显小 另外呢 那个但是笔的重量感非常的 跟146比起 它的重量感就相当来讲就更沉了 146的平衡感平衡感的话 以日用的水平来讲刚刚好 149我觉得是更适合牵制 然后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呃它这个笔尖嘛 真的好大 这个笔尖相当大相当大 你看146 149 好大好大 我平常用的笔尖也没有那么大 我平常用的笔尖的话就是你看 这是我常用平常用的尖 我这个尖好巨型 这是第一个感觉 那就大概差不多就这样了啊 反而拿到就整根笔 非常的高兴啊 真的很高兴 这个很感动的一根笔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先上墨了嗯最关键的时候 然后这个的话还是一样万宝龙的那个 还是有点缓冲 那这个地方上墨的话就是对 就是你一开始这么拧的时候要拧一会 那这时候火山还没动的 你要再拧然后火山才会动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那个 扭一下这感觉啊 火山反正也是很顺 但是万宝龙的笔尖拆起来的时候记得要 它拆法反正跟1460一样了 但拆的话记得你洗的时候要整根拆了 然后把里面那些水给清了 不然里面是一个密封状态 很难把水给清干净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上墨吧 先把这个给那个 我争取一下能不能让一下 那这里关木窗反正很漂亮 有点小毛痕啊对 下来 这个笔进去有点大 我手又弄到了 还是整根这样子下去 上墨的话 一定要找一只那个 口比较大一点的那个什么 就是口大一点的那个 就是那个瓶子 就是那个墨水瓶 对对对墨水瓶 墨水瓶 哎呀 这不然这个尖好大 然后笔杆又很粗 像白乐这种显得就很小气了这样子 不小心弄到自己拿 把笔车这边也拆一下 但这个笔真的一拿就觉得 哇 好气派这么一看 但是激动到说实话到 没有很激动 说实话 毕竟不是第一次拿到了 好那我先拿一下笔纸 好那一个回来了 然后还是一样 那还是一样我试写的话是这样子试写 我就直接我这次是也尖的 就是 呃 听说是那个方形本地打磨 好那我再往先跟原子比对比 然后等到时候那个我有时间了 我再把146149这几只 然后做一个书写对比 因为我三次都是EF间的 我然后笔的话也不可能说我 收一支M再收一支F再收一支EF 那我觉得三支EF对比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后面再做 这次就专门只讲 呃 149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先快进 好 然后这书写完了 整个感觉第一个好像EF间的美容花会出来 估计要用它那个万宝龙的神秘黑墨水 联系比较大才可以 我这个4001它好像出水太熊了 EF感觉好像跟M好像是F一样的 然后就对 然后这根笔估计本身出水 它也是偏大出水也是偏大的一个笔 然后看到前面的本领本好像削平了一样 反正就是好像没有发挥出它EF间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但也没关系 反正照完人的用 签字起来的话 我这个EF间的话写起来是怎么样 就是你能看到就 能听到吗 就是有点阻力感 不是那种热刀切环游的感觉 估计要到F应该是可以做到热刀切环游 或M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它EF的话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有点阻力感这样子 多么的话我我运气还挺好的 我这只没有非白 也就没有非白的这个问题 你看我低笔低笔低笔 你看我怎么写的OK 或者对吧 都都还行 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反正整支笔看起来收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对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鞋杆来讲的话 对 往这个鞋杆的话 你看一下我整个笔尖 呃 就是我往上 我已经在往下压了 那偏硬 它的尖偏硬 但是有点弹 呃 但是不会到那种非常暖弹的样子 估计要原来 估计万宝龙的那个尖的这个新版的 就是说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version的话 还是印华为主的还是偏印华这样子一个定位为主 对 然后它我觉得最新的这个的话呃 有一个特点就是写中文或者写英文都挺那个怎么讲都挺顺的 我觉得你看就是我写这个笔这时候已经可以出点风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方形本力有点帮助这样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 这支笔反正拿到手就怎么讲的 呃价格非常贵 但是呃惊讶吧 也惊讶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惊讶 毕竟呃不是我最喜欢那个类型 但这个的话呃怎么讲呢 收一支的话呃各见能见智 这个就是说毕竟还是很贵的官笔 我个人是推崇性价比高的 那就是说超便宜的性价比很高 像英雄616那种是我推崇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个人自己欣赏的 就你自己喜欢你再来录一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给自己看了 不建议录一支 但这个笔的话就是拿起来呃怎么讲 他的品牌权力就是那种权力支笔嘛 这支笔竞逝 那拿出来就是当做一个感受吧 但是如果是说不是有先钱的 不推荐买 除非是说你真的个人呃非常喜欢 或者过过手的 那ok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一个有什么呃补充的帮我补充一下 那一个谢谢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